就是講到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主要的用途 就是幫我們篩選出我們要的部分 其實這個範例主要是能夠活用在你的平常工作上 主要的用途是說 如果我今天我希望它最後的結果 我們上禮拜再有秀給大家看 第一個是它的縣式名稱 就擺在G1這一個欄位裡面 縣式名稱擺這個 再來的話我區域的部分要擺在第二個 在這裡 再來的話是它的郵遞區號 因為它有三個部分的資料 以往如果說你不知道VBA的話 就比較麻煩了 變成這個地方你要自己複製 比如說這個地方要複製 然後直接在這邊貼上 那這邊怎麼辦呢 變成你要前面三個複製起來 然後貼到這邊來 那後面這個的話 後面這個你變成後面三個 你要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貼到這邊來 那變成 第二筆資料的話一樣 你要大同區 然後複製 這邊把它貼上 然後它的什麼呢 郵遞區號 你變成要這邊複製 這邊要貼上 這邊的話變成往下填滿 可是其實這樣的流程 你會發現 如果說不懂VBA的話 那光要做 你這麼多縣市名稱 還有郵遞區號 還有那個分區等等 看你這個至少要做個 做個大概至少沒有半個小時 可能也要個20分鐘以上的時間 所以呢 如果你會用VBA來做的話 那這個工作很快就做完了 來我們來做這個地方 把這邊清除一下 如果用VBA做出來的話 就是直接聚齊 把它直接執行 聚齊裡面我們有寫一個執行 它就直接全部通通做完了 如果說縣市名稱 還有什麼區 還有郵遞區號 自動就分 幫我們篩選出來 那這裡的話 上禮拜最後我們是用 層次的方式來撰寫一個聚齊 那這個聚齊的名稱 我們叫S1 那這部分其實可以參考書本裡面 書本裡面的程式 我們叫S1 1 2 2